田復甄才剛結束大馬音樂街返台 16日就立刻出席大演活動 整根看起來超級鬆 根本嫌女下凡了 對 心情很鬆 很開心 就是上台唱歌 好像把一些自己想要訴說的東西 都拋丟出去了 然後又接收了很多 台底下歌迷朋友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能量滿滿 家場 我覺得場地應該也沒有允許了 因為其實這一次可以 這麼臨時的拿到這個小巨蛋的場地 我覺得內心已經覺得 算是非常感謝 然後覺得是感謝上天 感謝小巨蛋 感謝一切的緣分 我會好好的努力把握好這舞場 這舞場唱好 唱好唱完 認真的把想給大家的東西都給大家 我就心滿意 要參加浪寫啊 就是唱的那個歌 大家都很喜歡的歌 你有看到嗎 有 我有看到她的演出 我覺得很不容易 很棒 大家也會覺得 我們之前還需要打分數嗎 對不對 她一定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最棒的 是滿分的 大家覺得好像找了一個小巨蛋 它非常好 對 不同的滋味 大家就是可以去感受 那我覺得不同的 以前是小時候可能是 我自己是17 18歲的時候 在唱這首歌 那現在的時空背景 我覺得她有她自己人生的經驗 有她的歷練 那我覺得 三個人一起 一個人 不同的時空背景 不同的數字 不同的時間 我覺得都有她美好之處 我覺得就是去欣賞她 所以有特色的機會也很窮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對 我們趕快看看 就會可以給大家什麼 那你還想說 你有去找一個人家庭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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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都沒有這方面的 這個打算